舞者穿着蓝语传统服饰 在美国夏威夷太平洋艺术节的舞台上 演出亚美达物族飞鱼记的记忆及歌谣 并在不同展演地点与南岛国家 及夏威夷当地居民交流互动 但这样的行为却引起蓝语族人的不满 并在网路公开踏伐 原民会严重侵害蓝语传统文化智慧权益 认为此举违反主办国举办活动的原意 而原民会也在6月20号公布新闻稿 强调舞团特别为这次艺术节 准备超过7支不同族群的主题乐舞 所有演出内容也事先与部落咨询确认 希望透过现代舞台表演方式 展现台湾原住民族的独特文化美丽 同时也尊重部落文化主权 我们的哪罗安乐舞剧团 它其实设立的目的跟任务 就是为了要推广所有原住民族的乐舞文化 不论是在园区内或者是对外 出团去做表演 他们在这个乐舞素材的一些采用上面 其实也都会站在尊重族人的一个立场上面 来去做一些规划或者是设计 那绝对没有这个不尊重族人的 这样的一个想法 原民会强调 这次参与交流活动的团体与部落 都采用公开报名方式征选 但有兰语族人认为 太平洋艺术节是提供南岛各族群 族群文化交流为目的 而不是提供专业舞团竞技的舞台 以后各个国际的艺术的表演活动 我们都请所谓的文化园区 或者是专业的舞蹈团 来表现出各16组的舞蹈 代表国家出去 那我们要我们16组干嘛 那我们要组群文化干嘛 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的是它原来这个主地的人 来呈现他们自己的文化 族人强调 南岛文化保有完整族群独特性 任何专业舞团都无法取代 认为原民会的行为 以严重侵害南岛传统文化智慧权益 同时违背主办国的活动原意 要求原民会公开向活动主办国 以及导向族人道歉 而原民会则表示 将派员到兰语进行说明 化解双方误解 原始生活文章 隔壁台东兰语长报道